邱主任您好 我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 那么去年以来我们注意到少数国家的媒体 它在炒作华侨华人问题 以及所谓的中国渗透论 那么您作为国家侨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是如何看待的呢 谢谢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久远 一代又一代的华侨华人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走多远 都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随遇而安 勤劳勤奋 与人为善 以和为贵 用他们的辛劳和智慧 为居住国的经济发展 科技进步 社会繁荣 文化多元和中外关系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所以成为受到各国普遍欢迎的移民的群体 甚至成为不少国家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实的贡献 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而不是诋毁和贬低 中国是一个移民输出的大国 在国际移民领域 中国始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的侨务政策 是鼓励华侨华人 融入当地社会 遵守各国法律 尊重当地的习俗 与其他族群的朋友们和睦相处 中国从来没有利用侨胞和侨务工作 做过任何危害别国利益的事情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 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华侨华人 尊重和维护他们的正当合法的权益 为他们在海外长期生存发展 能够营造更加公平友善的环境 那么至于到少数人的所谓炒作 我认为那是罔顾事实 别有用心应该得到严厉的驳斥 好